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成波动方程或者热方程在平衡状态时的一个特殊情形 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程我们称为波松方程 如果F等于0我们就称为纳普拉斯方程 纳普拉斯方程的定解问题就是说它这里边只有边界条件 我分成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这个编制条件 第一编制条件我们称为低的可能编制条件 或者低的可能问题 就是说寻找一个函数U 使得在这个区域ω米格里面它是调和的 然后在这个边界上满足U等于φx 其中这个φx是定义在这个区域ω米格的边界 这个边界上的一个给定的连续函数 那么它最 ω米格是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 封闭着这个光滑的曲面 包住着这么一个区域 在这区域里边就是负拉布拉斯又等于fx 然后在边界上Ux等于φx 就是这样的一个成为第一编制问题 或者是低的颗的编制问题 第二 第二类编制问题就是成为诺义曼问题 也就是说寻找一个函数 使其在这个区域ω米格上它是调和的 然后在这个边界上满足诺义曼条件 就是诺义曼条件就是说 又对 就是又沿着单位外法向上的方向导数 等于φx 所以定解问题呢 直接写成就是负拉布拉斯又等于fx 在我们个里边 在边界上呢 是它 是诺义曼条件 这里这个单位的外法向跟前面表示一样 但是这个问题有一个特殊性 就一定要满足所谓的相容性条件 那么这里提出一个思考题 就是说是怎么得到这样的一个相容性条件的 下面第三条就是第三类编制问题 我们称为这个乳并编制问题 就是说寻找一个函数U 使它在这个欧米格里面呢 是调和的 然后呢在边界这个 在这个欧米格的边界上呢 满足这样的一个条件 而且hx呢和这个φx呢是给定的连续函数 所以定解问题呢 是这样一个形式 当然前面我们刚才这三类 刚才谈到这三类这个编制问题啊 我们都说是在欧米格中是调和的 也就是说fx很等于0 那当然不很等于0 那就是说是这么一个坡松方程 满足对应的这个编辑条件 第四类编制问题呢 就是寻找这么一个函数 使得在这个区域我美格上是调和的 当然或者是满足一个坡松方程 然后呢在这个边界上啊 不同在边界上不同的部位 它满足不同类型的这个边界条件 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什么呢 在边界的一部分是迪内科的条件 在另一部分是诺尔曼条件 所以这样就形成了 当然这两块边界之和它的并呢 就是整个这个边界 我们称为啊 就是说是我们称为第四类编制问题 刚才谈到这问题一到四 我们通称为什么呢 所谓的内区编制问题 内区都是这个给定的一个区 然后呢一个边界曲面围绕 包着这个区 所以内区编制问题 与这个外区编制问题 它当然是有很大的区别 有不同 一个就是什么呢 对于后者是有各种问题啊 这个边界外的一部分呢 是无穷大的 第二个就是 外区边界值问题的解呢 必须满足额外的要求 也不是在无穷远处 会怎么样 要给出一定的条件 没关系的爱区别呢 是必须满足额外的要求 如果有些必须满足额的要求